3月19号中午 报告一个不好的东西 大盘出现冲高回落 突破了前年的年限 3089点之后 大盘快速回落 而且现在是杀跌的个股 比上涨的多了很多 并且现在看啊 权重指标股 昨天动的有一些东西 现在反过来不动了 你看昨天的宁王 敌王 包括昨天的通信王 这些东西可都不涨了 你来看 这些反而出现在低幅榜上 更主要的 牛市的骑手券商 现在也开始反水了 直接开始出现大跌 这是今天大金融 他们把大盘带下来的吗 不是 如果我们看这个 就看得很清晰了 这个位置这不是刚突破 咱们前年的年限吗 前年的年限是在这 3089.26 一旦突破到这之后 上方这里 大家瞧 这里面一大坨的都是压力啊 那么有一些东西 一到这之后 就面临着一个解套 一旦这些东西要是解套 他感觉到自己要不想做了 是不是就会出现减仓 或者是说什么 只要这个位置出现卖出 对大盘都能构成一个莫大的压力 这是原因一 再说二 咱们看通过60分钟走势图 60分钟 这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60分钟 如果这个位置出现顿化之后 再往下一扎头 那就是顶背离啊 那再来看大一点级别 90分钟更明显了 90分钟只要这个位置出现杀跌 那大级别的顶背离就构成了 更主要的咱们再来看 往小一点说 就是快线30分钟级别 30分钟级别 昨天要不是这种快速上涨 和15分钟不是快速上涨 早就这个位置就是形成顶背离了 那么由于昨天大盘在这呢 下午的时候出现一波快速拉升 把这些指标 或者是把这些个顿化全都干掉了 但并不证明它们不存在 因为毕竟这个位置是在高位 所以我们得关注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别以为大盘现在可以欢歌笑语 有的人甚至在私信里头跟我讲 说帮主啊 你看一看月线图好不好 说月线图现在都是什么样了 没错 月线图现在走的是很不错 大家瞧 月线图自从上一个月啊 就是出现了一个大阳线 大反暴之后 月线又回到了安全区域 安全区域下方的时候 这不是红颜色上方是安全区吗 安全区域下方只逗留了三个月 那么收回来了 可是这个月呀还没完事呢 如果这个月的后盘城要是往回走 那仍然在安全区域下方 我们不能齐胜不顾家 毕竟上证指数周线图都已经 现在出现了 加上今天就算是六连阳 如果净算的话也一二三四五连阳 那么这种周线五连阳又回到了前期 就这一个大的压力区域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小心一点 最起码我们能让印针的面对它 也叫谨慎一点 从3418点去年5月9号跌到今年2635 今年的2月5号 这已经跌去过去九个月 而仅一个月的上涨 就把大盘几乎就是这3089下方都收复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涨幅过快 但是由于涨幅过快 那么这里可能就需要在压力来到的时候 就有一波换手 如果换手完成之后 那么就进入到一个冲高回落 整理然后向上 日线图应该怎么看 日线图是这样 我们就掐住20日线 现在大盘有好几次 你看这里曾经出现过冲高回落 在5日线上方逗留了 那接下来又摆10日线给靠上来了 结果看似围绕着10日线 再展开一个权衡 这里呢又把用时间换空间 又把20日线等来了 将来这个位置出现突破3100点 再次上涨的话 那么显着这个20日线均线抬高 就会把这里慢慢向红的 就是跟收盘价向20日线靠拢 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现象 我们要的是什么 它回落到20日线 这个叫什么 回落上那叫确认 回抽确认 以往上涨都是这样 你看啊 在大的上涨来临的时候 比方说这儿 这儿这不是跌破冲高回落 回落到20日线 破了低点 破了20日线不行 再次冲高回落 20日线不破 那叫确认 右侧交易开始了 就是出现一波灵力的上涨 而我们现在是什么呀 现在这是属于刚刚 从超跌反弹之后 还没有等着这种回抽确认 它得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 如果不回抽确认 它这个位置要加速上行 加速上行的目的是把20日线往上带 看上去之后就有一种 好像是贴近20日线 已经得到确认 但是这里面压力重重 这里面仍然没有得到一种宣泄 就是有一些短线资金 从2635涨到这儿 这已经涨到了450多个点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 获利空间的情况下 是不是短线上 它也得需要一个 什么清理洗愁啊 对 因此呢 我们把握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那才是王道 按照上证指数来讲 咱们先说大的结论 如果不跌破20日线 仍然按反转行情来对待 过去的行情 那是一个熊 那是一个熊市 那么现在呢 我们按反转行情来对待 是不是牛市 还是牛市的出息 我们先不确定 最起码这里已经不是牛 不是熊市了 那这20日线上方 主要还是按反转行情来对待 另外要看好五日线 日线级别 如果不跌破五日线 持股待长 那么剩下的就是关键看见 关键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了 如果自己手里那个品种 你感觉到获利空间还有的话 或者已经就是基本都回血 甚至有的都回本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 谨慎点 没有坏处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